17. 胡小林居士講述 我是2006年年底 2007年年初1月份 1月1日 袁丹在新加坡认识了师傅 然后他老人家2007年4月份 就到河南的郑州 参加炎王二帝雕塑的启用揭幕仪式 完了之后 我和胡莉莉总干事 还有师傅就一起回北京 当时是4月份 河南是有点热了 师傅坚持 这个第一件事给我的教育 就是不买头等仓 坐普通仓 而且你想想 近距离的飞机 从河南的郑州到北京 距离不是很远 所以那架飞机都特别小 而且挺热的 河南比北京热 师傅老人家坐在紧靠窗户的那一排 我们那排三个座位 胡莉莉总干事坐在中间 我坐在靠走廊这一排 莉莉阿姨就是特别的慈悲 上来以后 她就要将师傅的座位往后挪 那个靠背不是可以调一个角度吗 师傅就做了一个手势制止了她 然后飞机都很吵 空调又开 师傅就指指后面 然后比一比这个距离 意思就是说后面太逼了 我当时是坐在靠走廊这边 我特别感动 我说这个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 天气这么热 而且你又坐普通仓 而且你把座位往后放 这个是理所当然 这个属于你的空间 老人家就制止别人 说后面都挺劲逼的 就不要搞了 这个是第一件事 对我触动特别大 那时候我刚刚认识师傅四个月 不知道什么叫做行辞 也都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修行 然后等到了北京 你想想 我们都坐过飞机有这种体会 到了北京以后 飞机一停下来 到了Terminal 客运大楼 传送带还没开过来的时候 基本上很多的乘客就开始起床 拿行李箱或者其他东西 其实安全带的指示灯还未熄灭 我靠走廊 我就起来了 我就准备拿行李 然后我拿完行李 我就坐好准备住 胡莉莉总干事和师傅还坐在那里 然后服务员说 请大家坐下 等飞机停稳以后 指示灯熄灭了 再解开安全带 我就看着师傅 真的等到一声响 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了 老人家才解开 我在国内多次向大家汇报的时候 经常讲这两个故事 这个是对我印象特别深 在国内多次向大家汇报 在国内多次向大家汇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